講到這個台軍的攻擊的力度就是要進行到準確 每一個選手都很努力在這個練習 跟自己的基本功夫打給知 請求這個合比什麼好的台軍好處 除了有這個專業的技師以外 講到在訓練當中 也會來創作到基地武的訓練 就此條街選手立場訓練的壓力以外 還可以來背影到第二專長 台軍的攻擊 跟求景 向順 所以選手有可能更多 來強化自己的基本功 和美山學校的台軍隊 還有另外一項印象的技能 到底是什麼呢 帶著駕頭 做回去看看 一開始會參與這樣子的表演活動 是因為社福團體他們邀請我們去參加 就是想說我們今天有辦活動 那跆拳道可不可以幫我們出一個表演 然後讓場面比較熱絡 然後讓大家比較認識我們何時的跆拳道隊 這樣 那當然這個不是我們學生主要的活動啦 對 但是因為別人很熱情要約 那我也覺得說我們可以嘗試看看 所以就會想說給學生一個目標跟想法 然後讓他們自己去集資廣益 因為其實我們沒有從中去干涉太多 我們就說我大概要一個五至八分鐘的表演 那裡面可能要包含什麼 然後讓學生他們自己去討論 然後之後他們會用一些刻意的時間去進行 我自己去進行 真的沒看到不對 何美先拍好帶滾就對了 跳起舞起來也是真有班 為了所換山手立正奮運動的壓力 高年有時候會安排 吉體舞蹈的奮運動 讓山手放鬆一下 跳跆拳舞 就是我們會去不一樣的地方表演 然後我們就會想一些比較活潑俏皮的東西 因為一般跆拳道表演都是踢木板 不然就是大家對跆拳道的印象就是踢來踢去 然後我們就用現代舞蹈 然後結合一些跆拳道的動作 然後呈現不一樣的跆拳道 那你覺得學著跳舞好嗎 好啊 可以放鬆 就是 而且你有壓力的時候 你嘗試不一樣的東西 會發現更多不一樣 終於真夠人基策 迎演這回之下 和美山學校台軍道隊 所以需要參加活動表演 除了專長的展現一話 也希望可以讓大家看到山手的另外一面 所以才會想說沒有來跳舞 一話在到國際一直合併 也讓和美山學校台軍道隊的小孩 有機會展現到完學生的身高 就像花西門一方無 和美財宏寶德 再次